嗯哼的電腦版上其實你可以擁有比網頁版上更多的功能 而且你所看到的介面就是繁體中文的 那首先呢你進來了之後 一樣你可以選擇一個你想要的房間 那麼在電腦版上呢 你還可以從網路上找到更多他所提供的範本 好那例如在這邊你有假期的 有明信片的有室內有戶外的 選擇好了之後只要按一個加號 就可以加入你現在的這個房間清單裡面 如果你想要新增自己的專屬房間你可以把它捲動到最下方 就可以從這裡來增加自己的背景圖片或是影片 各位呢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在這裡我們預設會看到 Mmm的Logo 那麼如果你不想要看到這個Logo呢 你可以到左邊的選單上面 找到房間最下面 在這邊你就可以把這個浮水印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就不會看到它了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簡報則 這裡 一樣你可以透過簡報畫面 的這個大小的調整 還有呢你自己的透明度 你還可以透過這邊的位置 快速調整你的影像 在整個簡報的畫面上 那當然你也可以透過手動的方式去移動 那在指標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 在畫面上的話呢 如果你有需要 標記 我們可以使用這裡的畫筆 也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那就可以直接在螢幕的畫面上 做註解 那要取消的時候呢 你就來這邊把這個指標關掉 這樣它就清除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透過新增投影片的方式 來把您所要上課內容放進來 那它除了跟我們在 網頁版上 一樣的內容以外呢 你還可以匯入包括PPT 包括Keynote 跟PDF檔案 那這個對一般比較習慣使用 簡報的方式來上課的老師就相對方便很多 在這裡呢我已經準備好幾張投影片 首先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 來自GIFI的動畫 把它放進來 那你也可以像我們在文字的部分 就直接加入這樣的文字內容 也可以放入電腦裡面的影片檔案 或者是直接截取我們的視窗 那也可以直接截取全螢幕的畫面 那麼在這邊的話呢 電腦版 它這裡還會有一個 三個選項那你去選擇 你可以選擇我現在在這個狀態下呢 我就先關閉投影片 也就是我們載入的內容 就先把它停止顯示 那我也可以像這樣子顯示在局部的一個畫面上 一樣的你還是可以做移動跟大小的調整 也可以把它變成全螢幕的方式顯示 這個方式呢 依據每個不同的房間 好比如說你今天我所套用的是這樣子 它套用的方式 就有可能會不同 如果你想要做調整 當然是可以的 我們可以點到房間之後 在它的下方 會有一個齒輪 這個房間的齒輪裡面 你就可以自己 去調整它的傾斜角度 那麼 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在 網頁版上面 所做不到的 那大小當然你也可以自由的調整 OK 這樣就調整完喔 好所以呢你隨時可以在編輯的時候呢 做一些 檢視的一個設定 那麼在電腦版裡面呢 它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叫做場景 那這個地方呢 是跟我們在 網頁版上也很大的不同 可是呢 其實是相當實用的 比如說 像您剛剛所看到 我可能需要在這邊 簡報頁面呢 我就需要去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還有你的大小 如果說 我們想要 比如說在這個頁面 我希望呢 我的人物的大小 可以跟其他的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按一下新增場景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我們的上方這裡 會有場景的名稱 顯示出來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他就幫我們記錄 我今天這個場景 人物的大小 還有他的位置 以及 內容的擺設方式 這樣他記錄起來之後 當我們切換不同場景 他就會自動套用這樣的設定進來 您就不需要再進到不同的 投影片裡面 再做個別的調整 此外呢 如果你覺得 我在這個場景 想要 試看看 我之前其他場景 已經做過的位置 那麼你可以直接從場景這邊 直接做一個 切換 那你不需要重新做調整 就可以把他的 這個位置資訊 帶到 你現在這個 投影片裡面來用 最後呢 最後呢 你可以把你的專案檔 做一個儲存 那麼他儲存起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會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首先呢 他會有個專案檔 部檔名很長 嗯哼 然後呢 會有一個相對應的 資料夾 裡面呢 就會存放 您的專案檔裡面 所用到的素材 還有有做的錄影的檔案內容